今天的决赛应该是有进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卢玉飞的跳马 总圆 直体后空翻 转体360度 难度价值4.8分 非常顺利 在个人权能和团体的比赛当中 跳马只跳一跳 在跳马的单项比赛要完成两个动作 所以这个个人权能的比赛 跳马其实就是稳住一下 一定要顺利的过关 不然这一项丢分会丢的比较多 卢玉飞这一个跳马完成得非常干净 我们所说的总圆呢就是侧手翻起的动作 这一个动作如果是总圆直体后空翻 没有转体的话是4.2 转184.4 转364.8 这一个动作比赛的动作比赛 这一个动作比赛的动作比赛 我一定会问